大家好 這條政論想跟大家講講蔡英文訪美 當然啦 蔡英文訪美和前馬總統訪問大陸一拼看的 都是因為蔡英文傳了很久了 老共看到這樣的形勢 為了沖淡蔡英文訪美 引起的宣傳作用 就匆匆傳召了馬英九去 據說馬英九很早之前就計劃了 他的保存盤是想馬習會第二版 為自己留下一個偉大的歷史名為之類 馬英九訪大陸就很多人罵了 我都無謂加把口 反而我就是比較他和蔡英文訪美 肯定不用說了 蔡英文訪美一個是現任總統 一個是過去總統 過去總統就算在大陸一般人都不會有錯覺 覺得你綁回胡錦濤出來有什麼用呢? 沒有的 李克強再出來見人有什麼意思呢? 去哪裡訪問有什麼意思都沒有的 你一給就知道了 但是唯一就是馬英九還是國民黨的影響力大的人 可能他去大陸走一下就有利於國民黨選情 那就左右到大局了 於是似乎就好像是有些重要性那樣 我們看慣政治 我真的怎麼算都不覺得馬英九還有什麼能量 當然他去到就很少醜了 整個行程的表現等等 就是又去拜這個孫中山 祭祖 祖家就幫他含含聲把祖父 哎呀 就是收過一些祖墳 幫他去共產黨 這些是做到足的 但是你怎麼跟 那個重要性怎麼跟 這個是公關活動 統治活動 馬英九 你怎麼跟蔡英文去美國來比較呢 那麼錄到這條片的時候 大陸都知道了 起碼他見到這個宋濤 宋濤是什麼呢 宋濤只不過是一個港澳版的 對台版 台版就是新上任的 那麼台版是高級一些的版 但是都是正部級的 他最多就是一個部長的程度 如果那個部長 就是等於一個省長的級別 去接見馬英九 已經是超了額了 因為馬英九只是前省長 前省長 你找一個現任省長去招呼他 他就只是見一見的 通常現在好像 不是好像 基本上會陪他 乘坐高鐵去那裡 我們看到 國民黨的人好像很高興 但是他意義不大 因為宋濤是一個小官 你知道馬英九去到的時候 接他機那個 那個就是 國台版的副部長 這樣就符合禮儀 因為你只是副部長 就接見一個前省長 就是副部長接見前省長 合來合乎 正省長去接他 就是說如果是宋濤去接他 就已經高規格的頭量了 大家還記得他又沒有紅地毯 當然呢 又說會有丁薛祥去 政治局委員去見他 這些可能都是吹出來的 紅地毯什麼事情 但是呢 連正式的車都沒有 他說坐中巴 小巴 就是大一些的那些中巴 叫做 這樣的規格 然後載了他去 載了他去搭高鐵 開頭不是很高規格 最後可能他表演都不錯 很多事情 但是他 你要知道他一說 我是前總統 就是台灣媒體也有報的 很小心 他還能說 大家都知道這些 他說得很小心 而大陸的媒體呢 就半句都不報他的 就是馬英九 或者先生 這樣 官式都叫他先生的 Mr. Ma 這樣 但是前領導人 台灣的前領導人 就是這麼多 這樣 但是他做不做得和平特使呢 這樣 無論你真心還是怎樣都好 你很大期望 國人黨那些人好 或者大陸很大期望 他扮演一個 串起兩個人的關係 不會 我們都不是想他打仗 所以你說 他們真的扮演這個角色 我都要如實講 但是實在如實講 馬英九只不過是 一個退休的人 一個退休的政客 吃一下他的老闆 撿回多少 但是老共都要利用他 我想而知老共是幾沒有辦法的 我其實想講就是 老共對於 現在怎樣應付台灣這些 一路走向獨立的氣勢等等 一路和各國打好關係 這樣 那他沒有 可以做的當然是 繼續叫他國家國 早前就沒有了一個洪都拉斯 那這些 checkbook外交 鬥扔錢的 那這些自己老襯而已 那我完全贊同 蔡英文就不跟黃多拉斯搞的關係 好像說開口二十幾億 我當他打一半了 十幾億 十幾億你拿來買美國的高尖端科技武器 你拿來買那些F-35戰機 成一隊 是不是 不同了 所以無謂浪費這些錢 他也沒有理由和老共鬥浪費錢 這是人民的錢 蔡英文很務實的 雖然現在已經沒有了九個外邦的國 那他是等閒是之的 那我贊成他這樣做的 就是說沒有了 沒有了 如何呢 那應該毫無實質意 實質意 就是各國跟你那個交往 是不是上升到一個國與國的層次 那麼呢 差一樣東西是雙重承認 那麼國際上不是沒有雙重承認 東西德、南、北韓都雙重承認 其他各國跟他們建交了 是不是 那因為老共鬧禮 是不肯的時候呢 那唯有非正式的 但是類似邦交國的形式 那我想台灣已經做得很齊整很成功 又很有經驗 那除了沒有說正式一個主權國那個 那個這樣的名氣 就是名稱之外 實質上的 就是我們要明實相符 明實實不相符 但是要實質重要還是明顯重要呢 是不是 邦交國多好 一定是那些交往的國家有實力重要呢 實力就是這些大國跟你交往 幫你買到東西做到生意 不是虛名的就是那些小國跟你朋友 不過呢 就是給他們錢 用錢買交易 那其實稍有頭腦都明白了 所以很實際的就是選擇務實的 還有真正最大的老闆 老闆好就是盟友好就是美國 怎麼看的呢 美國就非常之尷尬的 那麼它表面上一定是 繼續要講一個中國政策 那也怎麼樣呢 原則好政策好 但是因為它承認是一個中國 那你不能夠 就是 分分鐘引起這個斷交事件 它是處理得很技巧 不會讓老共有什麼藉口的 但是今次呢 就是切香掌 今次次越過了 很明顯 首先看一下蔡英文去美國 那你什麼身份去呢 過境 過境呢 以前你登回去 據聞呢 過境的時候 都只不過是在機那裡 不讓它下機 那當然了 都趁此良機 那個AIT 就是 美國在台灣那個 就是類似大使館 那些都派人上去 跟它見面 在機那裡 它的專機 你不讓它轉機而已 停在機場 睡覺 在專機裡睡覺 李登輝突然穿睡衣 跟它聊天 以示抗議 那不妥的 懂得抗議 那問題就是 蔡英文就不用了 當然不用了 不但停留了 好像就是去 麥迪遜 列根圖書館 還有他出席那個 麥迪遜 那個 那個智庫 跟他 就是名字的 右派智庫 跟他搞了研討會 那他將會發表演說 那據說呢 他會有晚餐 這個共和黨的右派 湧起來了 那還有 那麥卡錫 議長就會親自去這個 去這個見他 那相對在 相對 馬英九千辛萬苦臨走 見到這個 這個 國台犯 那他一去到呢 就身在西州州長 那麥卡錫 就見他了 那 那 對台版主任 也都一起參加 那 其實就給他了 然後 就去 到處講話 那 現在還不知道 他將會的行程 訪了很多地方 那一般的參訪 就不是很緊張的 但是呢 他又不會 拿到去美國國會講話了 沒有這個身份 是吧 得了的 反面都像 但是問題 還有哪些人會見他呢 除了 麥卡錫之外 麥卡錫之外 還有哪些人會見他呢 看來就不止 應該還有一些神秘人物 會見他 在未來的行程裡面 那 搞到老共 似乎對著馬英九 就先保住他 不讓他走 差不多時間完了 那 那 到時候 如果 找一些高級的人見 那你找一些高級的人見 那 那個已經 沒有力量的人了 是吧 現政府 還有 蔡英文 肩負現政府 就是 國家領導人的身份 台灣 總統的身份 還有 就是他安排了 後繼那個 選舉 的重任都在他身上了 那他跟美國先打招呼 賴丁特要支持 諸如此類 那 這個沒得說的了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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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說 馬英九都說 要去美國訪美 最新的說法 那 他不知道什麼身份 就是他訪美 可能只是探望一些朋友 沒有人理會 可能不給他簽證 他入境 這些是後事 但是蔡英文 很清楚了 他來的身份就是總統 而根據 台灣關係法好 台灣台北法好 那官員可以跟他交往 可以見 那變了 國務院官員一定會見他 就是好像去台灣見他 那有個說法 是沒有去台灣那麼敏感 是不是 如果麥加錫去台灣 就好像敏感一些 但是平時都去了 他去美國見 其實更敏感的 因為麥加錫 麥加錫呢 你去大陸 就是等於平時去台灣的時候 這樣 平時去台灣的時候 他都不可以帶很多人去 因為危險 但是在美國本土 當然不危險 據聞有二十幾個議員 參議員、眾議員都說 跟著來 如果那個時候 蔡英文對著他們發表演說 你想想 對著幾十個 美國國會議員 兩國好 就是為你國會 發表一番 台美友好的言論 這個影響非常少 非同小可 就是規格都不同了 也都很給面子 是不是 就是你正式元首來到 你只不過是路經這個紐約 就是一個州 在那裡 一個圖書館發表 就是一些演說 發表演說 也都已經是高格調過以前 高格調過李登輝 李登輝只不過是去大學 沒有校園演講 這樣都引起飛彈危機 現在應該這個就是高格調過 老共也都說 我們警告不可以見這個麥卡弗 如果見麥卡弗 必有反制措施 我們大家在看他有什麼反制措施 據說那些飛機就飛過中線 那這些呢 老實講 意料之中 如果你再過份一些 引起戰爭 那我想老共沒有這個打算 那美國如果介入 那又怎麼樣呢 更加麻煩了 所以始終都是 炒鬧完就算了 那蔡英文應該很順利地 就是完成他的訪問 那如下的時間 肯定他還會見到一些 相當敏感的人 包括官方或者民間 那美國現政府就經常說 不會超過以往的慣例 但是以往的慣例相當闊的 那個你推翻蔣介石時代 那很闊 但是如果你說以蔡英文來說 他去過的嘛 過境 去參加過剛才的太空中心的 這次呢 但是這次的規格是高的 規格高 還有呢 給他那個維安啦 給他那個 見他的人的級別 都是高的 是 那還不排除 但是這些證 因為特朗普就被人告了 正式 那不排除特朗普都去見他 但是會不會有 前任總統去見他呢 例如就是 奧巴馬呢 就是民主黨的前總統呢 還有 還有哈林頓和奧巴馬呢 那這些會不會突然間突然 當然 見了 拜登就不會的了 現總統太敏感了 但是現總統都控制到前總統的嘛 那炸頭就借路啦 當然現總統 國務院也控制不到共和黨的人 是吧 蓬佩奧就一定見了 已經 那麼特朗普會不會去呢 去吃飯呢 那一切我們就很期待了 隨便一見 去呢 那麼那個政治上那個重要性 美台關係的重要性 遠遠超過 就是馬英九 一個前總統 沒有招牌的嘛 基本上他 甚至在國民黨裡面 那些人喜歡不喜歡他 那麼出這種風頭 有沒有幫忙 還是幫倒忙 是吧 現在有這個說法 我都基本上同意呢 他這樣搞呢 國民黨的選舉 明年的總統更加麻煩 是吧 因為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 其實都要去美國 據說 郭台銘去了 可能是總統候選人又去了美國 私下都要見美國的官員 那麼台灣的現實就是這樣 那麼台灣的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 都應該要去美國 就是私下好 如果不是呢 你不選不到都可以的一定 就是美國要安心就是你就算是 因為投資太大了 那些軍備又太多了 那這個就算你是很親共都好 很喜歡統一都好 你不想被人罵了 你一定要美國在軍備上支持你的嘛 那麼所以打好美台關係呢 就哪一個就算是國民黨都要做的啦 那麼總言你表面上呢 就盡量親共 就用這個親共來避免戰爭 這麼說 那麼其實這個相當幼稚啦 我們知道 但是anyway呢 他是 就是蒙騙一般的台灣人 蒙騙一般的大陸人 蒙騙一般的大陸人 是吧 就好像有個錯覺 有個前總統都來了 那整個台灣都很想跟你統一啦 那麼大家我們都知道不是啦 不是的啦 我親意聽著 2002年 馬英九來香港 香港奶奶酒店的時候 她的表演講 一講到一國兩制 哦 她說 我們是民主國家來的 百分之八十的人不接受一國兩制 我沒可能接受一國兩制 她講過你 我親意聽到她講的 那當然今天都不同了 今天 拿一些正餘的好處 那就不同了 那我們密切留意這個蔡英文 中華民國的總統 但是她不叫中華民國的總統 國民黨的總統 馬英九去到大陸都叫中華民國的總統 那正式你是中華民國的總統 那你去到一定要在美國講 你是President of Republic of China 他只是台灣的總統 那大家要明白的啦 這個神主派呢 就是現在蔡英文已經不講 就是比如一個演說裡面的總統就職呢 大約他的比例就是講五次台灣呢 就是講一次中華民國 那雖然 那個國旗都沒有改 是不是 國歌都沒有改 這個稱號都沒有改 但是呢 盡量呢 就去中國化 就叫台灣的啦 那相對馬英九 盡量繼續要保持這個 中國的傳統呢 又製造又成去拜中山寧又成呢 那麼我們就 其實我們 不是我啦 我也是年紀大 都有點這樣 我想年輕那一代 我可以代入他們的思維 他們當作看戲那樣看的 就是這些這樣的民國時候 那些歷史啊 那些情懷啊 台灣人 你走去看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又哭又成 台灣人可能根本沒有感覺的 台灣人可能喜歡日本人多過 好像等於我們中國 我們不會說什麼國旗啊 我們喜歡英國人 十分懷念啊 就是什麼 鴉片戰爭啊 這些 但是史觀是不同的 大陸裡面 那個史觀還是抗日啊 這樣那樣 但是日本 台灣人可能就 那時候他們是日本人嘛 二戰那時候 所以他們完全可能是 就是 官方的歷史觀 和一般人的歷史觀 可能完全不同 那就肯定新一代的台灣人 就不會當了日本人是仇人 那麥英九去到呢 還當日本人是仇人 那你 台灣的安全 你現在都要靠日本人幫忙啦 所以呢 麥英九是一個過氣人物 就不止他那個 年紀大 不止他 所以他很親共 而他其實整個思維 他都是 還是 我們小時候 讀中國歷史 國民黨那套的 中國 就是 史觀 近代史觀 那套東西 那套東西呢 香港人都不肯了 何況台灣的新一代呢 好了 講到詳細了些 多謝大家聽這條片 大家密切留意台灣和美國的關係發展如何 多謝大家